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气人啊 气人 不争气啊 算算算 我三块钱买的 哎呀 买了还以为他跌破三块完以后 会回调 有回自己会保住 那个三块钱的那个位置 谁知道买完一直跌跌跌跌跌 跌到我都不敢补偿了 现在两块六差不多也就回本了 赚不到钱 哇 这是说起这个股票就是气人啊 气人啊 哎 不过无所谓啦 今天我们过来吃饭 不要被这个股票的事情 捞乱了我的心智 去看一下永辉办的全国首家永辉食堂 看一下里面的菜怎么样 有没有竞争的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优势 好吧 走去看一下 全国首家哦 福州永辉食堂 全国应该其他地方没有永辉食堂吧 Let's go 是大门口 看一下 看一下现在时间 哇 现在时间 11点35分 那没12点下班时间都没到 而且今天还是工作日 我想这附近应该有个什么工业区 比较多的 在这边上班的人 会来这里吃饭 我也是打工的人 哎呀 从这个环境来说相当的OK 很宽敞 而且这个层高很高啊 不压抑 操作步骤也是 来这边先拿个条尺 网块 他永辉食堂强调 他里面的东西都是 用这里面东西的 盐巴也会有卖的 水运龙湖三全 然后生抽 调料 油 啊 你吃的东西这边的调料 都是超市有卖的 这边就是他的厨房 全民族操作 这边是单价 呀 豆芽煎饼 三块 煎鸡排 这鸡排看起来很诱人啊 这鸡排看起来很诱人啊 这鸡排多少钱这个 三块 三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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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 那个香肠鸡腿 鸡腿 鸡腿 鸡腿五块 鸡蛋 鸡蛋 鸡蛋一块五 你还有鸡蛋吗 我夹一个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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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了多久了有两个月了吗 十五月了吗 十五月了 是不是全国首家 哦 是啊 全国首家哈 现在目前就这一家其他地方没开 福建就这一家 哦 整个福建就这一家 对 哈 呀呀厉害 凉拌牛肉 食物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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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蒜台炒鱿鱼 好 这个这个 好 这蒜台炒太久了 好 谢谢 那这个鱼一份多少钱啊 这个鱼 鲜汤鱼15块钱一块 那边煎的那个黄瓜鱼多少钱 煎的钱黄瓜18块钱 啊 18块钱一块 18 太多人了 好多人排队 我这个点菜犹豫不决的 让别人先点我看一下 这是什么 尖椒猪心 荔枝肉 我本来想吃那个鱼的那个鱼太贵了 我别的不担心 我担心 他这个能不能坐得下 虽然说这里位置看着也挺多的 还可以给他 最便宜的是豆腐皮 是那个 这个 这个 一块钱两片 豆腐皮要帮我加两片吗 豆皮拿两片 一片五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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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OK 这个还是很很很大中消费的 这个可以 荔枝肉 看着不行啊 还是九环炒蛋呢 还是九环炒蛋呢 拿一下荔枝肉 你好 九环九环炒蛋 好 来九环炒蛋来了 豆芽一份 好 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事 哎豆芽多少钱呢 豆芽一块钱一份 豆芽一块钱 哇 这个可以哦 拿豆芽要帮我拿一份 好 这比九号食堂便宜 九号食堂四块钱 好 谢谢 OK 这个一块钱 这个一块钱 这个一块五 这够你吃了吧 一块两块三块五 三块五加一份饭 五块钱不到就可以吃一餐了 那有更多才三块钱啊 赶紧拿一个海带 没想到这么便宜 看到没有大火 玉米排骨三块 海带排骨也是三块 这三个是三块五 然后炖冠一个是三块钱 这应该全福州 全福州是最便宜的炖冠在这里了 然后这边呢就贵一点 这边就三块钱 萝卜牛排18鲍鱼 18 青蛾15 茶树菇10块 莲子猪肚10块 水煮鱼片 18 粉蒸肉12 这边是高端菜系 肉泥蒸蛋 这个三块钱 葱油芙蓉 是不是这个 应该也是自己加葱油 三块钱 哦不用不用我放不下了 然后这边还有炭青菜 炭炭青菜 非常的合适啊 非常的合适 米饭一碗两块钱吃到饱 空青菜 这边拌空青菜 一盆三块钱 春菜也是 上海青也是 有三种青菜可挑选 线捞线棒 这也太实惠了 这个 而且这个调料 就这么几样 看见没有 没有什么科技引语 很活 这附近的 上班的真是太好了 公司都不用饭食堂了 我都放不下了 我只要这样放了 然后清汤我就不要了 我们排过去那边等着算钱就好了 皮蛋豆腐 哦早餐有卖粥 皮蛋瘦了粥 然后这边还有卤味 小碟两块 肉松蛋 哇这个相当不错 这个值得表扬这个 而且 我要把房子买在附近 天天过来吃 猜一下我这一盆要多少钱 一般人没有我吃的多 他们都吃两三个菜 唯独我一个人把所有的菜都装满了 半都装不下 这餐比较奢侈 严重超标 多少钱 22块5万 这就是远辉食堂 现在时间是11点40分左右 这么多人排队买茶 排满了 差一点就排在路口去了 这边实在都没位置坐了 找个角落 坐在这边跟别人拼桌 好我们就开始吃了 这么多才22块5 我去 这是 这里面有肉 猪肉 然后这算青菜吧 这算蛋吧 蛋白质吧 这是豆制品吧 这是海鲜吧 青菜吧 米饭 烫水 啥都有 这个食堂 去年12月份就开业了 全国唯一的一个有灰食堂 你说我不过来吃一下 听别人介绍 你都不知道这个有灰食堂的这个菜价 跟那个9号食堂 有没有实际的可比性 你们看到这个价格有没有 差点要跳起来 什么 现在物价已经到了这 这种程度了吗 确实 我也想不到 它炖罐竟然卖3块钱 它这个炖罐 我估计不是炖罐 就是把那个 汤罐放里面 然后煮了一大锅 还带汤 跟排骨 然后放在一起 算是一个有料的清汤 但是 3块钱 你还想要什么自行车 你不要自行车了是不是 已经非常实惠了 我告诉你 这是我不正常的吃法 点这么多盘子都放不下 吃了22 要按我正常的吃法 3个菜 13块 15块 12块 34个菜 我把这个鱿鱼8块钱 剔掉 就是15-16块钱 剔8个菜 有肉有鱼有蛋 都可以做到 如果省一点吃10块以内 就可以了 而且米饭还是免费续的 先试一下米饭 这米饭 木桶饭 看上去油温温的 好像 加了好多猪油 好香 这个饭是水冷漠 你说本地水冷漠 你看这个汤白白的 这种汤的品质 就是汤青味浓 明白吗 汤青味浓 汤青味浓 广东那种汤的品质 是 汤魂味浓 虽然说3块钱 但是里面有料的话 还有5块小排骨 虽然说他这个量 每一个 每一个盘 单盘的量 没有酒靠食堂那么多 但是他只卖你 一块钱嘛 可以卖你一块钱的豆芽 全主宗是 任何一家的 快乐餐店 都不会有素菜是一块钱的 我对这句话负责 这个豆干 既然那个菜牌上 有写着 0.5元 不开玩笑的说也是 全福州是 唯一的 福州永辉 本土品牌 最懂本地的 这豆干还不小啊 有半个包装那么大 而且 比普通沙县里面那个 滷豆干 还要厚 还要入味 滷得更入味 大一点的就是这个 蒜苔炒鱼 麦片不怎么好 可能是炒得比较久 或者炒得比较熟 你看一下 麦芹不怎么好 它这个炒得都太太生了 炒老了 嗯 味道也不行 对盘的酒黄炒蛋也不错 跟酒泡食堂的对比 量没太多 但是便宜 味道没有酒泡食堂好 但是它便宜 麦芹炒的也没有酒泡食堂好 但是它便宜 一块五的卤蛋 一块五的卤蛋 永辉它自己有食堆过一面 还行还行 正经的卤鸡蛋 这一家 福建省第一家永辉食堂 它是第一家 可能给那种 释放作用 就是把第一家的口碑做好 大家觉得便宜 哎呀 直到一盒不过的去 服务又好 好 第一家做好了完以后 有盈利的 陆续 不就是其他的永辉超市 下面空余的地方 都会作为四点 陆续开起来永辉食堂 跟九号食堂正面竞争 之前永辉超市 股票在四五块的时候 永辉超市老板的弟弟 他搞了一个超级物种 是类似于山姆那样的 他是超市里面的高端的那个 本来超级物种搞失败了 股票大跌 超级物种也会推出去了 现在向上 有位超市向上 他那个发展引力 没有空间 现在准备向下 才搞得这个菜这么便宜 我要过去去半碗饭 顺便看到一下自助区 免费加汤加饭 小菜那个自助区 用什么东西可以自助的 前面这个就是自助区 打饭打汤 这边是小菜和调料 蘸料 这边生抽啊醋啊 这是萝卜干 来的萝卜干嘛 他小菜好多啊 招菜豆角萝卜干 他会提供柠檬水 确实是炖了汤 肉也浪 海带也浪 炖了很多味道 时间也够久 我们拍 吃播顺平 这就主要的目的还是 真实技术 我这就吃饭 各地的真实物件 我们不说别的 必须什么东西味道好 好吃 量有多少 这个东西都跟什么东西挂钩 都跟价钱不说 你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吃 多美味啊 有多么经典 整个视频拍完了 最后价格不说 冰卜鲜好吃啊 确实好吃 肉多 冰卜鲜好吃啊 也确实好吃 五星级冰卜多 那也更好吃 也更好看 最后视频整个拍完了 价钱不说 你的看视频 怎么想 我那时候最真实 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而且像我这种 路边色的这种 视波 应该也没人给我吞车了 这么大一头 很抱歉 这支视频拍下去了 我估计那些创业的 想开快商店的 想开食堂的那种 你看 直打摇头 这个哪里来有利润 这样子创业开食堂 或者路边开快商店 不得亏使 亏使 打消了他们创业的念头 所以我一直说 创业的什么是最不好搞的 你去路边看一下 什么店最多 吃的店最多 而且是入门最简单 只要一个健康症 你住个店就可以 搞吃的 就可以开张 可以营业了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行业 非常竞争相当的激热 而且菜的价格 都是明面 摆在明面上 算海多少钱 鱿鱼多少钱 豆干多少钱 是不是豆芽金多少钱 两步路 三步路 就有个菜市场 都可以进去对价 比价 然后离炒完以后 出来卖别人多少钱 你怎么正真理说 今天这个单价 标准在福建省福州市的省会城市 放到全国各地 5线18线小城市 也是相当炸裂的 你们去你们的城市看一下 18线城市 乡下降临 有没有单价一块钱的蔬菜 快餐 就算当价一样 有没有视频这样子的幼长环境 从我进来 开始就开始排队了 我刚进来那伙还没排队 一直排了一个小时 现在12点半 目前打菜那边还是排队的状态 年轻人居多 二三十岁 很少看到脑圆了 像我这样的中年难得偏少 这样子就差不多吃完了 汤也喝完了 还剩一点 上台 不吃了 实在是吃不下 今天这餐22.5元 怎么样还不错吧 好吧 吃完以后这盘子还是要拿过去的 那边有个收盘子的地方 就在刚才自助区 还是拿过去 那边有人专门收盘子 我们要拿到收盘区那边去 这里相当不错 用上环境啊各方面 很nice 好吧 本期福州永辉食堂 吃快餐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订阅点赞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 现在快一点了 差不多没什么人了 是这种传送带式的 每个人吃完自己拿过来收啊 年轻人都很自觉 人家价钱做便宜了嘛 服务要跟上 咱们也要自觉 ok 吃完走进去了 挺好的挺好的 给永辉点个赞 这个视频不错 好的拜拜